当然,上一课我们已经了解了 通过GD库来制作我们的文字手印和图片手印 这一课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些GD库的常用的封装 好,下面我们开始 在我们的web项目中 我们使用GD库经常用来制作验证码 文字手印,图片手印,或者是图片的裁剪 或者是缩略图,对吧 好,之前我们已经了解过这个手印的制作 验证码的制作 好,这一刻我们主要来看一些常用操作的封装 来,我们直接看代码 这代码是我从实际项目中拷贝出来的 好,首先我这次定义了一个类 然后里面我现在只有两个方法 都是一个进来方法,对吧 好,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函数 它的功能是一个数字验证码 它有几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验证码的长度 第二个是图片的宽度 第三个是高度,对吧 然后第四个是key 这个key是用来保存我们的section的key 我们看这个代码就跟之前强解过的是一样的 首先获取一个随机数,对吧 然后把这个随机数放入到我们这个section里面 然后紧接着就是创建我们这个图片 然后创建我们的颜色 然后用这个颜色填充我们这个图片背景 填充完之后我们给这个图片画一个边框 然后这个边框是黑色的 然后填充的颜色是灰色的 然后填充完之后 我们在这个图片上面画上干扰线 对吧 换完干扰线之后 然后我们就再生成一些干扰点 就是一些线点啊 都是用来干扰这个注册机的啊 有些注册机它能识别这个验证码 所以我们就加上大量的干扰因素 然后加完之后 再是按照我们这个随机数来写我们的这个文字了 对吧 就以文字数人的方式写到我们这个图片上面去 写完之后 就是输出我们的这个图片 写完之后 就是输出我们这个图像 然后销毁我们这个图像资源 好 这是我们这个验证码的这么一个过程 在这里面 比我们之前了解的验证码多了几个功能 第一个是绘制我们这个干扰线 对吧 第二个是绘制我们这个干扰点 然后 就跟之前了解过的事情一样的了 好 我们看第二个函数 它的作用是图像的采写 首先 它接收四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我们的原始图像 第二个是它的我们要采写的宽高 对吧 第三个采写后保存的一个文件名 好 我们看这个函数内容 第八十八 阿航这里解释 它是对我们这个传进来的目标的这个函数名 做一个判断 对吧 如果没有传进来采写之后的文件名 那我们就根据 原始的图像 然后在中间加一个下滑线 小s 然后 还是原始的后缀 是吧 就在原始的这个图片名上面 加了一个字符串 然后紧接着 就是获取我们这个原始图像的这个大小 然后我们做一个目标图像的这个长款比 跟原始图像的长款比 对吧 因为我们不想裁解之后 被拉伸或者是被挤压 所以 我们就按照我们的这个最佳比例 来控制一个 或许一个大小 采写之后的这么一个大小 然后 比例 处理完之后呢 我们就是采写图片了 对吧 使用完我们的image copy 然后紧接着 再次对图片的进行一个缩放 缩放完之后 那就是保存 对吧 然后再次输出 这个 就跟我们索引图片一样 然后呢 只是在这里 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加了一个这个宽高比的这么一个比例的判断 然后加了一个缩放的功能 对吧 它的采写 实际上也是这么回事 你看 它也是用我们的image copy 把原始图像的这个 拷贝到我们的目标图像上面去 对吧 好 这就是我们的实力代码 在这里 因为是我的一个项目中拷贝出来的代码 我就没有单独再去写一些运行的代码图片了 好吧 这个代码到时候我们会放到我们这个code里面去的 我们大家可以下载它 好 这一课 我们就讲到这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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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